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加排序的选项 后面跟文件的文件名称 选项其实很长时间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选项都不需要 直接salt回撤就可以了 它就会按照我的字符串的字母顺序来进行排序 字母顺序 那-f的作用是忽略大小系 -n的意思呢 是默认是用字母串性排序 有时候啊 我可能需要用数值性排序 这个时候需要加-r -n -r的作用是取反 -t手工来指定分割符 默认的分割符是质表符 如果想用其他的分割符 就要用-t来指定排序 那手工指定完分割符之后呢 就可以手工来选择 我是按第几个字段来排序 从dn个字段开始 从dm个字段结尾 我可以手工指定按第几个字段来排序 那我们看看它怎么用啊 其实很简单 其实salt一般的用法就是什么都不跟 直接salt后面加 你要排序的文件名书 当然也可以接收管道服传递过来的这个命令的输出 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salt 排序一下etc下的passual的用户信息文件 它就会按照字母顺序 I给你进行排序 看从a往这个v排 当然默认的情况下我们记得啊 它的这个默认的文件的内容是 root排在机器行 因为它是认为我是管理员用户嘛 所以在这啊 root用户排在第一行 但是呢 如果用salt来排 它是按照字母顺序 看从a开始往后排 那这就是salt最简单的用法 那-r的意思是取反 本来应该是从字母顺序 从a往后排 现在反过来 从z往前排 这样的 那试一下salt-r etc下的passual的 诶你会发现最后一个是a用户 a字母开拓的用户啊 好了 这是salt的基本用法 但是salt是允许手工指定分割符 我还是排序 passual的文件 但是不再是按照 整个文件的行的第一个字母顺序来往后排 而是我手工指定用末号作为分割符 然后用第三个字段到第三个字段排序 也就是说从第三个字段开始到第三个字段开始到第三个字段结尾来排序 其实就是只使用第三个字段来排序 也就是说我想要用用户的uid来进行排序 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干嘛 salt 然后呢 -t 指定一下分割符 -k 从第三个字段开始排 当然如果不写结束字段 它就会一直按照整个从第三个字段到文件 整个最后这一行的最后同时来进行排序 那我们现在可能只需要按照这个uid 用户的uid排序 所以只要这么写 9开1 后面写文件名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会从用户的uid开始往后 不过你仔细看看 如果你仔细看看 011011 但是2在这儿 3在这儿呢 为啥 它没把这个uid当成字符串性 而当成了数值性来对待 那也就是说 它认为只要这块写的是1 就会比这块写的是2的应该靠前 它不认为这是一个数字 不认为这是一个数字 它认为这是一个字串 所以1就比2 所以1就比2靠前 它不认识10比2大 那我们说了 为了要让它能够识别这个数字 数值性 需要前面再加一个-n 需要前面再加一个-n 我们空两行 大家会好看 加一个-n 意思就是提取出来这个字段 把它当成数值性来对待 那然后排序 你这时候就对了 看012345678 就我可以往后排了 没有问题 对吧 好了 这就是sort sort其实非常简单 而且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不需要用这些 其实就是干嘛 这两个常见的 最多有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下 这个忽略大消息 常见的就是这些 好了 sort命令排序 非常简单 那第二个命令呢 我们来说一下 统计WC的命令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 每次讲到WC 底下的学员就是一片大笑 为什么 他会说 Linux还挺有意思的 开发一个命令叫厕所 好吧 那我想说 你想多了 WC这种 英文单词 其实跟厕所 在英文当中 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是 等于是我们 中国人习惯的 一种对这个厕所的 这种叫法 外国人其实一般 不太认同WC这种叫法 但WC叫厕所的话 他认为这是一个 你说呢 非常非常的不文雅 一个词 有点类似于我们 把这个厕所称作什么 毛房啊 毛坑啊 类似的这个意思 在英文当中呢 其实厕所应该有 他自己的这个标称 一般来说都是tolic 当然超哥不一定读得很准啊 这个是我承认啊 好了 所以啊 各位 你们如果真觉得记得准确 你们能记下 把它当成厕所记也没问题 它的格式非常简单 WC后转 跟你要统计的文件名 当然也可以用管道符来接收 他格式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WC统计一下 ETC下来 Pasol 他会告诉你 这个文件有32行 55个字符 1529个 这个字符 55个单词 整个文件 那如果我紧想统计行 又使用-L 紧想统计单词 使用-W 紧想统计字符 使用-M 那也就说 如果我加一个-L 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文件有32 当然他可以统计 这个文件的内容 也可以统计 一个命令的输出 比如说def 我们可以统计一下 -L 这个文件是6行 都是可以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 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的内容 比较简单 我们讲了两个命令 一个是Source排序 另外一个是WC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 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新说Linux 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